年底到了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选在今天公布立法院年度十大新闻 并揭晓2011年的代表汉字是羞耻的尺字 共同盟认为 立法院提前停会拼选举 意味让自己能够放有心下 却没有看到具体良好的法案 适合使用尺字 网友票选出立法院年度十大新闻 第一名是前立委李庆安双重国籍案无罪定验 网友大骂司法已死 第二名是土征法强过关 农政公布立委不推荐名单 第三名则是法官法三读 恐龙法官罪重可免职 而2011年的立法院年度汉字是羞耻的尺 在最后修会的期间 没有看到非常具体的 对我们一般公共利益有很好的这样的法案的同时 可是他们就利用职权 利用职权 然后自己放有心价 这让我们觉得真的是无耻到极点 所以因此我们也非常支持今年的立法委员 是适合用这个尺字来代表今年的立法委员的表现 这字被选出来这样子代表性 我想很重要的是老百姓要觉醒 老百姓怎么觉醒呢 让这些不是这样的政客 让他们不要再进到我们的立法院来 从2008年起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每年都会选出立法院的年度代表汉字 2008年代表字是黑 2009年是斯 2010年选出了虎字 而今年是耻 国都盟期待国会改选后可以一改立法院的负面形象 希望明年能够选出正面的代表字 现场也在电视陈振祥台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转发 综义出身的内容